找工作几破头 年后最大就业博览会 包括鸿海 日盛 人保 共145家企业 宣布释出一万两千个职缺 核聚集团更端出十五万月薪 要找研发设计人才 一万零八百三十一个职缺 来做总平均的话 薪资平均它会三万零 三万零三百多元 有两千八百五十三个工作机会 是在三万二以上 更高的薪水有五万五以上 金融业台新金储备主管 打出六万起薪 电子机械业的协议 花七万月薪找爱一主管 核聚集团跟新智生科技 更打出八十K及一百K 但门槛要求却不容易 是不好找 我觉得环境不好吧 然后那个老板出的价钱 会比较低啊 蛮难的吧 要有一定的能力 整体来看科技相关产业 还是最高薪 千三高薪直缺 软体设计 生产制程 设计类群 起薪平均就超过三万七 我们是不看学校 不看科技 而且不看成绩单 那如果你今次有工作经验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怎么样来 把你之前的工作经验 跟你现在想要 寻求的这个工作机会 怎么样做个结合 年后的转职潮 如果失业的这个通报加速 通报人数还是攀升 我认为这个到七八月 甚至到毕业季一来 那整个就恶心循环 企业寄出高薪不手软 但优惑条件高门槛 能不能吸引更多人才 都是挑战 东森财经新闻 汪子元和坤源 台北报道 台北报道